由双城国小与达官国中小联合举办的第十届双双达政锦上天化联合音乐发表会 日前在景文科技大学图资大楼国际会议厅登场 每一年两校都会联合办理音乐会 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停办所以今年再度恢复举办 双城国小校长林丽娟就表示 孩子们都相当期待 也感谢指导老师一直带领着孩子在音乐领域中学习 让他们能够自信地站上舞台演出 我们的这场社会事实上已经好像两年三年没有办 然后疫情的关系 我们终于等到了 小朋友准备了很久 然后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乐团的指导老师 淑贵老师 千奇老师 他们都一直不断地给小朋友有表现的机会 这次两校一共准备了十首曲目 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达官国中小校长林才一表示 筹备音乐会实在不容易 非常感谢家长们的支持 而在这场音乐会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校友们一同参与 让整场音乐盛会更加精彩 这些家长之外呢 还有许多都关心我们的 我们要非常地感谢 那最后我想今天的音乐会呢 还有我们的校园 也非常感谢呢 有些校友专程地回来 延续了这整个我们从国小 国中高中到大学 不断地一个地文的空气 延续我们安藤地圈运度的空气 从102年起 双城国小与达官国中小开始联合举办音乐会 演出的成员包括了双城国小儿童乐团 打击乐团 以及达官国中小打击乐团 这次的音乐会上还安排了亲子团一起上场 让家长与子女携手同台 共享音乐的喜悦 这场双双打阵 锦上天花联合音乐发表会 每一首曲目都能够让人感受到音乐的魔力 也获得了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同时借由音乐交流 不仅凝聚的两校情谊 更让彼此留下了美好回忆 而最后的毕业传承 为整场音乐会带来感动时刻 画下圆满句点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